学佛我们也要尝试将如梦幻泡影的有违法转为无违法 首先应顾虑到经济生活的正常 世尊成对地址开始说 如没有知识或技能 从事正当的行业 寄生生活是会遭受悲惨结局的 善生经中也说 先当习技艺 然后获财业 一切正当的职业 都可以取得生活 现代人就常被忙碌的工作或经济压得喘不过气 想要利用时间精进修习佛法 真的要有决心及毅力 在世间法下 要怎么将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化作无违法 就要靠自己的修行 这些的财富永远赚不完 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梦幻泡影 南科一梦 所以那是虚幻的 那这就是有违法 金刚经历讲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如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学到智慧 学到这个波罗波罗蜜 我们就可以转有违法为无违法 那你的念头一转了 你的心量也转了 你的这个福报也增加了 师父提醒我们要认清自己在世间 到底为谁辛苦 为谁忙 生死是大 无偿迅速 若不为自己打算 等到灵命中时 该何去何从 认言经中说 若能转悟 吉同如来 修行欲障碍 念头转 心念转 福报自然来 十方新闻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